今天凌晨一点 警方在超商前面拉起封锁线 因为路边有滩血 一名男子趴在地上动也不动 警方获报赶来将人翻过来 他满脸是血 他的背面那时候倒下来 那另外一面是没有流血 但是跟其他过来翻过来 他正面是有血 原来是一名住在附近的 72岁父姓老伯伯 莫名其妙倒卧路边没有呼吸心跳 送医急救人回天乏术 警方说可能是突然昏倒 鼻梁撞击地面流血 详细死因还有待检方厘清 突发中心台北报道